文件事业之报的记者在上海所进行的采访蔡国强 蔡国强这次在上海再次进行了他烟火的实验 那么这次烟火的实验和过去不一样 他称之为叫做白日烟火 这是一个在白天所释放的烟火 那他这个释放的烟火里 第一个他希望能够做到的除了在白天之外 第二个要符合生态 请看我们来自上海太阳的报道 第三从泉州来的老牧船 99只仿真的动物摊着群晕了 九级浪 蔡国强的最新个展 当这艘左级浪驶进上海黄埔江 停住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时 说自己喜欢从外星人角度看地球的蔡国强 说这回要讲一个自然之死的故事 然后这些动物是我先做了那个泡沫座的造型 以后用羊毛不同的颜色贴出来的 这个白旗有点象征无力 就是在这个问题面前 我们没有办法的 8月8号下午 万头钻洞等着的 是蔡国强将为九级浪开幕所做的 大陆第一次的白日焰火无体 但大自然似乎铁了心的哭闹 上海飘雨 而且雨越下越荡 蔡国强私下直言 这语反发心理也沉 要学习的那一个 鱼毛 центр下来烫了烫了 chce煞嘴 2 3 4 6 7 7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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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中文字幕志愿者 烟火比较容易表现欢乐 大家都知道 也能够表现一种壮观 这也很难受到 但是表现那种淡淡的伤感 这一点是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赏赤 我跟大家一样会看到 哦是这样的 啊 变成这样 或者是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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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啊 白色和黄色 都是第一次使用 像一个白色的布链一样的 白色的丝绸 如果从地面这样 刷起来 就像一条白色的丝绸 911以后 使我做了白天烟火 因为烟火以前都是在晚上的 可是911发生在白天 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在我们天天看着这个城市的天际下 所以使我开始感受到 应该在白天做一些东西 因为它能够让我们看到 就是这样的城市 这样的大自然里面 它会来了 然后它会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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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和自然的神话对话 有着大烟囱的上海当代艺术馆 过去十八点长 是上海工业化的大理由 于是蔡国强在大烟囱内 构成天堂的空气 说是天堂 却只让三个仿真婴儿 坐在荡漾的球鞋上 无限反风 只剩人类的孤独 甚至干脆把艺术馆的地都给挖了 把二十多吨的黑分墨汁 倒在大坑里 让你摘入口味 和数十吨的水平前 只能必须思考 这个作品是在现场做的 所以它看起来又像中国处处有的一个建设工地 但是又像一个山水 中国人说掉进黄河洗不清 掉到这个池塘就真的洗不清 最后 蔡国强终在火药草毒装置中 为某百年后 没有我们的上海外滩 就假设几百年以后 我们人也不在 这个外滩又还给大自然来接官 我不是很写实地画些狗啊猫 还把上海一百年前左右的 一些艺术家的代表作也画上去 回到上海 回到蔡国强离开故乡后 走向世界的第一个启发地 蔡国强思考着当代艺术家不能回避的生态议题 也赫然发现自己愿意 以前我更多是看到 我或者大家 都更多看到我作品的亮的那个夜亮 这个弯烟里面的不亮的地方 在古强海木的回复在我自己感受到 它在哪里改变呢 作品上有更多的传递了我某种和你情长和 柔情陶瓷的脆弱 火药跟它的关系 文人画在 表现的人在大自然里面的渺小和空灵 等等这些都慢慢地在观出来 我的父亲已经躺床很多年 从06年到现在 那个母亲也越来越老 家人越来越老 自己的孩子也越来越长大 越来越独立 我也越来越老 这一种岁月的变化 勾起我生命里面的一些其他因素 九级浪 海浪中最显露的浪 蔡国强在雨中绽放摆着烟火后 才意外地发现 因为风强雨慢 意外让烟火如湿一场卷 从天上到地下 在庞然的造物主面前 蔡国强终究用创作 让我们都看到了人类的渺小